欸你們沒人要出來的啊 那我們就在這邊等好了 那好啦 那我們在這邊等 我們來支 你來代表大 我可以請問一下你們老闆在嗎 他現在在跑行程 他在跑行程 確定不在 孩子不敢出來 今天是8月23號 823砲戰 我們來這邊跟你開砲是剛好而已 短短兩週的時間 我們已經拿到了 一千多份的連署書了 你不要太過敲敗 敲敗沒落在那久 這個戰帖裡面寫的東西 非常簡單 我們要告訴黃捷一件事實 你當初說要罷免你 是高雄第六選區選民的事情嗎 你當初說要罷免你 由高雄人來做決定嗎 現在這張戰帖裡面 明明白白清清楚楚 告訴黃捷 從8月7號啟動 第一階段連署書的收件 到現在 今天是8月23號 823砲戰 我們來這邊跟你開砲是剛好而已 你們可能忘記了823砲戰的歷史 我們並沒有忘記 今天高六選區的選民要告訴你 短短兩週的時間 我們已經拿到了一千多份的連署書了 這個裡面 我就是要告訴黃捷 我們要告訴黃捷 這一千多份的連署書 請你好好的來面對 這是你高雄第六選區選民的心聲 在此我們也要再一次奉勸民進黨的諸公們 以及我們高雄的大家長 陳其邁市長 黃捷是你們要護航的對象 但是 最需要你們 呵護保護愛護的 是我們高雄的市民啊 不要搞錯對象啊 你是高雄的大家長耶 你只需要保護黃捷一個人嗎 那短短兩個禮拜 這一千多位高雄市民的心聲 你有想要聽嗎 你有想要愛護這些高雄市民嗎 高雄淹大水這麼嚴重的災情 你現在一心想要護航的黃捷 他是用什麼樣的心態 來面對高六選區的選民 他是用什麼樣的不屑的態度 把我們高雄的人民當成白痴啊 今天這張暫帖要黃捷好好的思考 那我們在此也要呼籲 我們很希望黃捷你本人可以出來面對 你當初你也告訴我們 要罷免你先來高六選區 我徐商賢在今天我就告訴你 你不要太過敗 敗敗沒落在那久 如果真的有需要 我們也可以學學你們民進黨 之前在搞罷免案的時候 你們最愛搞什麼 簽戶口啦 簽戶口啦 算不得了 簽來高六選區就好了啊 你以為有多困難啊 這你們民進黨之前用的方式啦 大家先來知道的啦 看要不要學你們而已啦 你如果繼續拗敗下去喔 我徐商賢第一個簽過來啦 不要太拗敗啦 高六選區的選民滿四個月就可以罷免你了嘛 明年二月一號送件啦到現在啊 才有四個月以上啦 黃姐你就等著看喔 你的囂張的態度喔 高雄市民一定會要你付出代價喔 你們沒有人要出來啊 那我們就在這邊等好了 那我們在這邊等 我們來直播系數啦好不好 你來代表呢 我可以請問一下你們老闆在嗎 他現在跑行程 他在跑行程 那他知道他要服務高雄人嗎 一直都在服務 那你們老闆確定不在還是不敢出來 我確定不在 我不敢面對民意 我不會為難你啊 因為你們都是工作的 但是我們要讓您老闆知道喔 他現在對高雄人的態度 非常不可取 他一開始 就非常藐視高雄人的心聲 覺得沒有人要罷他 也罷不掉他 但是我們短短兩個禮拜 我裡面寫得很清楚喔 你們老闆也可以把他當作垃圾丟掉 沒關係 我也知道他心裡面在想什麼 可是在裡面明明白白 有一千多份的連署書 已經在我們的手上了 這一千多份的連署書 都是高雄第六選區的選民 對他的心聲 我希望你們工作很辛苦 但是你們可以跟你們老闆講清楚 然後我們剛才 我們的服務處的志工 給我說 在我們收的這兩個禮拜 不只是高六選區的 很多高雄其他選區的 也很想要寫 如果我全部收的話 可能已經破萬分了 所以說這件事情 請你們老闆一定要知道 你們真的很辛苦 我們不是要針對你們 你們真的就辛苦了 那我們在此也說 今天黃捷沒有出來收 我們其實是蠻失望的 因為黃捷他對於高雄第六選區的選民 他是如此的不屑 那我們現在要親自把這樣的 暫停書送到他手上 他也不出來收 來請阿賢把這個贊帖交給黃捷的這個代理人 我們也謝謝這位小兄弟 謝謝謝謝 辦公室主任 辦公室主任 你貴姓貴姓 你也可以表達 你也可以表達好不好 不用 好 那黃捷應該有交代了 今天媒體說黃捷會來 結果黃捷還是落跑 跟淹大水的時候一樣 差不多 黃捷遇到困難 就落跑 遇到人民孤單的時候 黃捷就會落跑 然後推出他的辦公室主任 來當炮火 這就是駕鋼的民進黨 完全都在西島又不是平島 這就是民進黨 這就是邀請國的民進黨 這就是我們高雄不用損的黃捷 這就是對不起我們高雄人的黃捷 謝謝 各位 為什麼要罷免黃捷 黃捷到底犯了什麼天條要罷免黃捷 各位我們知道說高雄陰大水 高雄陰大水的時候 這個黃捷在哪裡啊 黃捷在外面送啦 以黃捷的個性 他如果是公務 他一定會很認真很努力的在發FB嘛 一定要發社群嘛 但是我們知道 高雄選出來的立委 在高雄人民水深火熱 當高雄的版圖消失在台灣的時候 黃捷在外面爽嘛 黃捷在外面爽嘛 所以黃捷還讓他的助理 稻土喔這個不僅是小偷行為 更是政治的蟑螂行為 所以我今天特別從台北 早上兩天沒了來啊 要給我們高六的選區來報告 第一個黃捷辜 高六選區對他的期待跟栽培 在我們高六 討厚大罪黃捷走去哪裡啊 黃捷出去鬼混 還要欺騙高六選區的人 說他有認真的在勘災 這不叫惡劣 什麼才叫惡劣 第二個我們要指控的黃捷是什麼呢 黃捷顧台大 台大栽培黃捷 黃捷居然 黃捷居然在國會韓改革 反改革 這就是 攻附台大的惡劣 第三點 我要呼籲 全台灣的陸配群體 我們一起團結起來 跟著徐上賢 跟著阿兵哥 一起來罷免黃捷 黃捷有多麼的惡劣 陸配駕到台灣 就是我們的家人 結果黃捷居然動員高窮的獨派 到立法院羞辱陸配 踐踏陸配 還說陸配要洗人口啊 這樣有效忍嗎 各位民進黨這麼非禮啦 睡都沒睡陸配 結果黃捷卻在踐踏陸配 卻在羞辱陸配 卻在造謠陸配 我呼籲全台灣百萬的 新住民家庭 我們要站出來 勇敢的把這個造謠的黃捷 欺陸陸配的黃捷 把這個緩人權的黃捷 把它曼得來好不好 好 大家都說我變漂亮了 其實是氣色好 肌膚保濕做得好 氣色自然漂亮 我選擇 KS皇家呵護 蘆薈保濕舒緩凝膠 因為它用國際蘆薈 協會認證高品質的 庫拉索蘆薈 還有大量的黏多糖體 類似於玻尿酸 可以幫助鎖住皮膚水分 讓肌膚長時間保持水嫩 還運用TTS技術 增強蘆薈的生物活性 修護舒緩日曬後的各種不適 KS皇家呵護 蘆薈保濕舒緩凝膠 幫助您隨時擁有水潤肌 好氣色 呵護您 呵護全家人 專屬你的KS Blue Your Car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